1.2004年6月15日底特律郊区的奥本山宫殿肺凡迎天 新世纪出最风光的紫金军团被逼至绝境 哪怕他们刚刚组建了阵容空前豪华的F4 总决赛第五战或塞纳角肉机一样的防守铁阵 持续折磨着每一个冲击篮筐的胡人球员 第三节胡人只拿到了14分 三节落后23分大局已定 12分钟的比赛时间流光之后 昌西比鲁普斯会拿到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荣誉 综绝赛MVP 但至少在这场比赛中表现最出色的人不是他 而是狂懒18分22个篮板和三次抢断的本华莱士 他的对面可是鲨鱼啊 21世纪初大本成了NBA新的励志偶像 他只有2米06在1996年的选秀大会上落选 新秀赛季在华盛顿子弹队的场军出场 时间不到6分钟 为了在这个联盟中立足 他将自己能做的事情都发挥到了极致 篮板斜防救球补位 他在训练中让训练师同时扔向篮板5-6个篮球 然后钉紧其中一个在被其他篮球砸到脸的同时在空中牢牢控制住目标 天马行空的主帅未必会赏识这样一板一眼的球员 大本终于受到了重用 新世纪的第一个赛季 他场军6 4分13 两个篮板1 5次助攻1 3次抢断和2 3次封盖 随后两年大本拿下两座篮板王 一个盖茂王 随后6年 他拿下4个最佳防守球员跟木托姆 我并列历史第一6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 5次一阵 5次机身最佳阵容 3次二阵 一时之间爆炸头成了整个密歇根州最受欢迎的发型 无数个青少年不在坐着哪一天唤醒自己 旷世天赋一鸣惊人的白日梦 他们留了一个爆炸头 在训练场中把基本功反复打磨 然后在赛场上将兴奋度和努力度调至满格 那时德雷蒙德 格林只是万千少年中毫不起眼的一位 2 没错 出生于密歇根州赛基诺市的格林 从小就是活塞的死中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 但他还是在8岁那年就踏进活塞的球馆 现场观看了活塞的比赛 格林10岁那年大本加盟活塞 顺便成了格林的指路明灯 旷世奇才们不会崇拜大本 格林显然不在此列 搬家到萨吉诺市之后 格林经常去娱乐中心玩 那里有小孩子玩的秋千 悄悄板之类的玩具 也有更大一些的孩子们使用的运动场 格林以为自己也能去那里打球 但每一次他都会被大孩子们欺负 有时候他们会把我挂在篮筐上 有时候会把我塞进垃圾桶里 格林的母亲也在后来回忆到 有的人会拿球砸他的脸 直到把他砸哭了才会住手 类似的故事放在那些天赋异禀的球星身上 剧情会这样发展 他刻苦训练 然后统治了附近所有街区的球场 把那些大孩子和大人们耍的团团转 但格林没有 他的天赋真的不散顶尖 最要命的一点就是身高 越是如此 他就越崇拜大本 越崇拜大本 他就越不服输 我真的没使用办法 我只能抹干净眼泪 再重新出现在那块球场 三中学时期 格林加盟了一支名为家庭的AAU球队 在那支球队他遇见了另一个贵人 乔丹杜马斯 活塞传奇球星乔杜马斯的儿子 乔杜马斯是坏孩子 军团的领军人物 1989年的总决赛 NVP退役一年之后 他就进了活塞管理层 出任球队总裁交易来大本病典时成经 也是他的神来之底 这样一位民宿的儿子 想带自己的哥们儿混进活塞主场 当然再简单不过了 于是格林跟着乔丹杜马斯 看了一场活塞的比赛 这是他八岁攒钱买球票之后 第一次来到现场 他看到了大本 并有幸跟偶像打了招呼 为时邀大本会在活塞小力 为时邀我有机会看到他打球 我唯一想到的答案就是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也是像大本那样身高不足的球员 所以我不会让别人比我更努力 我也拥有一颗狮子般的野心 2012年 活塞没能打竞技后赛 大本宣布退役 两个月后 格林参加选秀 在第二轮被勇士选中 格林没有猜错 这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4 2016年1月17日 活塞主场迎战勇士 中场休息时 球队伟大本举办了球衣退役仪式 比赛前一天 得知自己将见证大本的 穿其一幕 格林激动不已 他为偶像写了一封感谢信 讲述了自己的追星之路 主旨只有一句话 是你让我知道身高不足也能成功 格林只有2米01 其实比大本还矮了5公分呢 美中不足的是格林在那场比赛没能向偶像致敬 他其中一拿下5分 5个篮板 9次助攻和2次封盖 勇士18分惨败 要知道那场比赛之前 勇士一共只输了三场比赛 半个月后 格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说自己在那段时间太迷恋 刷三双 有时候太过五死 反而伤害了球队 虽然已经一关在手 那时的格林还是远不如偶像成熟啊 5 但是今天格林终于有底气跟偶像站在一起 他刚刚帮助球队拿到了三年之内的第二座冠军 为了胜利 他真的一点而都不在乎数据了 作为回报 球队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在今天2017-2018赛季季前赛节目的日子里 勇士主场迎战绝经赛前 球队又为格林举办了一个小小的颁奖仪式 猜猜颁奖嘉宾是谁 两人早已剃掉了昔日的爆炸头 大本身着一套黑色正装 将这家防守球员的奖杯递给了格林 勇士队时的第一座最佳防守球员奖杯 德雷蒙德 格林撕着一口百牙 满脸都是隐藏不住的笑容 他可以告诉那些将自己的球鞋扔到树上的大孩子们 我的梦想成真了 终于 南安北乱